大家好,欢迎收看历姐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跟出轨有关的电影 有希望的男人 一个出轨的男人带着自己的女婿一起出轨 这部电影无论男女 我觉得都一定要看看 男主是个孝顺忠厚的老实男人 结婚多年对老婆是绝无二心 一心一意守护着这个家 婚姻生活慢慢归于平淡 最初的激情早已退去 婚姻生活面临极大的危机 夫妻间最亲密的事情也称例行公事 只为了想叫一个女儿凑成一个好词 而自己六十多岁的岳父岳母 还是对亲密之事保持着激情 每当晚上那画面 看得你只想流鼻血 男主这天和岳父一起出门讨笑惊艳 岳父指着走在路上的长腿妹子给男主看 让男主记住妹子的腿 和老婆啪啪啪的时候脑补画面 又带男主来的酒吧 告诉他要寻找刺激 那就是出轨 家里有老婆 外面有情人 并给男主捂色了一个主位对象 可是男主是个老实人呀 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接着又带着男主来 到了太久时见到了一个大兄妹子 那身材真的是没话说 红裙配白肤 貌美和长腿 两人心非的绑头发的动作 看着都让人血脉盆肠啊 这天大兄妹更是主动约了 男人来到家里 正得盛情要约 男主终于还是忍受不了了 古男寡语干缠雷火 一切都水到渠成了 晚上回家 妻子却在男主的衣服里发现了不属于自己的小妹妹 顺手拿起一把剪刀 来找男主 心事问罪 可把男主吓得不轻 男主说 这衣服是借给岳父的小情人的 岳父直接被岳母给赶出了房间 岳父对这一行为并没有怪罪男主 而是拿出战礼品继续向男主 晦升晦涩地扯出经验 此时母亲告诉女儿 她一直都知道老公出轨的事 只是一直没有出生而已 觉得她只要还回家就好 而且她每一次出轨后 都会送自己一个价值不菲的包包 第二天 母亲在花房就收到了一个新款包包 兴高采烈地她拿着包包准备回家 可是意外就这样突如其来的降临了 一辆急迟的货车撞向了她 说明就此终结 父亲得知这一消息瞬间沧桑了许多 内心对于自己的出轨行为后悔不已 却在家中意外得知了妻子 以出轨的消息 妻子已逝 她也就没有了计较 而此时的男主 却时不时地找了大兄妹 两人这会儿感情震怒 更是开着小车 来到小舍林找自己 奈何车太小 经不起两人的折腾 直接撞到了树上 得到赖紧滋润的男主 对妻子也有了不一样的花样 可是他的妻子其实也出轨了 和餐厅的服务员在一起 男主想和大兄妹分手 没想到妻子找到了这里 最后岳父出面 摆平了此事 男主和妻子继续甜蜜的生活 妻子和情人最后都生下了孩子 这一家人的关系 真真是颠覆了我的三观 你觉得呢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 喜欢不要忘记关注转发